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妮宇 现在距离开学季也没有几天了 想必很多六月份毕业的粉丝 已经靠自己的暑假工 攒了一波开学的设备资金 已经迫不及待为自己选择一款 合适的显示器了 先让我叠一下复活甲 推荐清单视频属于是 按照个人经验 针对不同用途 不同预算的粉丝进行的选品 没有广告植入 没有同任何品牌合作 也没有任何品牌方 愿意在一个推荐了十多个品牌 二三十款产品里的视频去做植入 就连拼多多的植入都不存在 我也没有报我自己的短号 让你去拼多多搜 对吧 视频中所有显示器出现质量问题 请联系购买平台进行退换 我们不给任何平台担保 买什么都绝对不翻车 当前的生产技术 也做不到百分之百不翻车 弹幕你们也可以看看 推哪款都有人说翻车的 如果你翻车了 那一定不是我们故意而为之 我们也没有参与全程的生产和质检 更没有反社会人格 乐意看你翻车来找乐子 最后乱喷我们掐饭推荐 然后不就这论事 也不讨论产品 也不详细说明理由 不摆数据单纯找茬的人 麻烦等一下多对号入座 多发评论或者弹幕 方便拉黑啊 谢谢合作 接下来是QV环节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推荐的带鱼屏那么少 原本我是很喜欢推荐带鱼屏的 但是我发现很多看我视频小伙伴 都是买来放宿舍用的 宿舍空间又没有那么大 所以后面就减少了一些带鱼屏的占比 而且带鱼屏虽然能提供 更强的游戏沉浸感 但并不是适合所有游戏 带鱼屏在我看来 更适合炒股办公剪辑等工作 不过近两年 带鱼屏的面板 更新速度也不算快 如果有需要的话 肯定是可以买的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开车 上一次4K152Hz的 这个正想世界的开车之后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反而有更多人在问之前 这个2K165Hz999的显示器 还能不能买 我先说一下 999这一款的联名活动 早就已经结束了 依然打算买这款显示器的粉丝 可以单独在正想世界去购买 我不参与恰饭 我也不参与讨论 今后肯定还会有新的车 不出意外 暂时还是和正想世界联动 我会一直参与到研发环节 之后也会有更好的 999元2K的高刷产品出现 第三个问题是 后台小哥什么时候回复我 我的后台 有助理小哥推荐显示器和笔记本 没有出视频的日子里 可以后台询问 一般没有啥工作的时候 小哥会在晚上8点之前都在 但是不保证秒回 大家请看一下 自动回复的提问格式 请按照格式提问 也不要给他发 在吗 你发这个给他 还不是直接给他发 我是猛一 他肯定更感兴趣 第四个问题比较复杂 就是为什么你要自己做产品 这样不会让所有显示器品牌 都觉得很不对劲 很尴尬吗 那我从我的立场 说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QL的公信力 最近两三年 是在不断下降的 因为品牌投放广告 别人有他们的硬要求 我和熊猫这种掐饭 会隐晦告诉观众的QL 并不算多 很多点到小白 看视频分不清是真评测 还是商单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 做一些又好又便宜的产品 来赚钱 后面我去慢慢降低 商单的一个占比 这样我的人设 也会更加客观公正一些 第二个就是 虽然真想世界 它的品牌还不大 但这也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是独立于LG 戴尔华硕 雷神等大小品牌之外的 不做任何品牌的喉舌 我推他们的东西 还不如推我自己的 那举个例子 假设我是某个品牌的经销商 我的视频可能就有偏向性 偏向我自己代理的品牌 对吧 这也是为了尽量保证客观公正 第三个是 我能进入到想象界行业内 更深度的了解成本 才能更好的分辨出 哪些产品是真的具备性价比的 哪些产品就是割韭菜的 第四个是 我希望我做出标杆产品 让别的厂家借鉴和学习 那往大了说 这个就叫支顶行业标准 你看 你以999块钱 能做出什么样的产品 你们怎么19999的 还不如人家 当然往小了说 就是促进厂家内卷 让他们尽量把功能做得更全面 调教做得更精细 价格做得更便宜 目前的显示器虽然已经开卷了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它仍然是一个利润率 远高于笔记本电脑的市场 那这几个点说完了 绝对会得罪很多厂家 但是我是一个KOL 我肯定要对自己的粉丝和账号 优先负责 厂家怎么看我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第五个点是一个科普 就是关于这个IPS的漏光问题 我先要讲一下 漏光与不漏光 严重与否 都不能直接用手机 在黑暗场景下拍屏幕 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 IPS漏光是不可避免的通病 这是其物理特性决定的 从几百块钱的IPS 到28000的IPS 都会有漏光现象 而且各家的包完美屏 指的是包你屏幕没有亮点暗点 并不是说包你不漏光 以前我们都认为原厂背光 也就是屏幕出厂 就自带背光的产品 这个漏光现象会减少一些 毕竟我们更相信 面板大厂的做工 不相信这些品牌兼商 会做好背光做好品控 但是我最近也发现 即使是各厂A规的模组 原厂背光也出现了 更大的漏光现象 漏光这事儿在我看来 有两个参数会是强相关的 一个是是否为FastIPS 或NanoIPS 一般来说 这两种想象速度更快的面板 会比普通的IPS漏光更严重 因为它们的液晶层更薄 还有一个就是屏幕尺寸 一般来说24.5英寸G以下的显示器 漏光情况会弱一些 屏幕越大 漏光也来说是越严重的 当然漏光这事儿真的是看运气 跟面板批次 代工厂生产批次 品牌做工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如果不能接受漏光 选择黑色不打发光的miniLED 和黑色压根就不发光的OLED更好 最后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话 可以扫描视频里的完美购买 我们仍然会在年末的时候 公布你与工作室的全部利润 并将10%用作公益援助 去年我们帮助了三位市民儿童 今年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1000元以内有哪些显示器可以推荐的 第一款是海信的23N3G 这款产品也已经多次上了我们的推荐清单了 23.8英寸1080P分辨率 色域覆盖99%sRGB 加90%d3P3 支架知识复养角度调节 提供了HDMI和VGA接口 这款显示器很适合 没有专业的电竞需求 主要平时用来办公的学生和企业打工人 因为它自带硬件机发蓝光 并且通过了LINE的低蓝光认证 可以减少短波蓝光 导致了眼睛干涩疼痛的问题 同时也提供了三年的上门售货服务 加上海线的售货服务还算不错 所以遇到质量问题解决起来更加方便 在这个价位 能提供硬件机发蓝光 加上门服务是很具备竞争力的 价格方便和上个月不变 京东秒杀依然是599元 平等多暂时没有看到官方店在卖了 第三方百亿补贴店 最低是544元 第二款是创为的24X1Q 这款产品的色域覆盖是96%sRGB 上期视频我在这个位置推荐了一款 攀升的E2426Q-J 这两款的共同点都是23.8英寸 2K分辨率75Hz 也都提供了DP和HDMI接口 也都支持100x100的恐惧壁挂 创为这一款的支架 是支持升降 抚养水平和旋转调节的 不过支架的表现不算很理想 不是很稳 售后只写了三年保修 但是同京东客服务确认过之后 依然是支持上门服务的 它比较适合那种 习惯了2K平板工 或者需要一款支持旋转的负品用户 本身因为想象速度一般 也不建议用来打游戏 第三款 微星的MD241PW 这款之前我也是有推荐过 这是一款优缺点非常明显的产品 它的色域覆盖 有94%sRGB 色彩和色准表现都比较一般 但是优势也大得离谱 因为它支持6年的 不限次数的上门服务 白色的外观也很漂亮 质感也不错 属于比较适合 放在公司前台的那种产品 私信也会经常遇到一些粉丝 希望可以推荐一款 能多用几年显示器 这样一来后续出现问题了 自然损坏 也能得到充足的保障 除此之外 这款显示器的支架 支持升降和旋转趋势调节 做主屏或者副屏都可以 如果壁挂的话 需要使用支持75x75规格的支架 接口方面提供了Type-C和HDMI 1.4接口 这边的Type-C接口 能连接电脑用作视频传输 也可以提供15瓦的 没什么用的充电功能 日常办公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同时也满足了女粉丝对颜值的要求 有没有女粉丝暂定 价格方面 5月的售价是919 现在已经降到了809 性价比也变得更高了 第四款是创为的F24G5F 这个月我发现创为出了一个新款 型号为F24G5F 使用的是MV238FHM-NG0或NG1面板 属于是快速液晶 与F24G3面板一致 色域覆盖97%sRGB 82%AdobeRGB 82%D3P3 这款是很适合用来专门打FPS游戏的 它和先前的创为F24G3相比 价格贵了一些 但是支架升级加入了升降 左右和垂直旋转的功能 并且背面加入了RGB氛围灯 接口提供了两个HDMI 1.4 HDMI 2.0和DP 1.2 并且OSD菜单也使用了五项摇杆 搭配快捷键和开关键 这一系列参数在千人以内的 24英寸这个高刷屏中 已经算是完全体了 显示速度 支架功能 灯效 接口 售后 都没有什么太大短板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额外的支架调节 或者不需要额外的电竞氛围灯 可以继续考虑入手F24G3 价格方面 京东在我们写稿时是999元秒杀 视频发布之后 如果涨价建议蹲一蹲活动 拼多都暂时没有发现这一款上架 有款是我做的 真想世界的3270QIS 王炸来了 这款真的是我和真想世界 磨合了将近四个月 才做出来的一款产品 本来一个月之前就要上了 结果中间面板被截了一次 加上原本打算使用的模具 有点压不住热量 所以又临时更化了模具 为了防止面板再次被截糊 所以面板这次我就不公开了 色彩方面 我们做到了99.6%sRGB 96.7%DCI-P3色域覆盖 做了SRGB Adobe RGB DCI-P3 BT709 和BT2020 五种色彩模式 并且主台做了硬间校色 也做了功夫校正 所以色准方面不用担心 我们也专门做了DCI-P3的色彩模式 专门对比MacBook做了校色 还做了65W的Type-C反应块中加一线联 兼容High DPI 可以说是现阶段性价比最高的苹果托产屏 那互演方面 我还是没有钱去做蓝音人证 但是硬件防灯光加DC调光也都给上了 SDR亮度也做到了600尼特 办公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缺点的话还是支架 说白了我以后做显示器 支架一定不会太好 我个人是更支持各位使用支架臂的 因为好点支架完全不比支架臂便宜 支架臂这个东西用户的人都说好 总而言之 这款产品算是榨干了 我和这场世界的全部能力 做出来的一款回馈制作 不过现在买的话 发货还得等几天 没有多少台 想上车的赶紧上车 第六款是NTA的N2723U 最近点名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具体素质如何 我就自己从京东买了一台 咱们抽个机会给你们抽了 因为是公模比较好拆 我就拆开玩笑 用的是Nova的芯片 面板就比较牛逼了 用的是京东放的N50面板 也就是红米的4K60Hz显示器的同款面板 红米是1799 这个是989 性价比真的非常不错 这款产品的实测色域覆盖 可以达到99.2sRGB 94.8dcip3 并且做了光谱校正和P量校色 色素人表现也很不错 也支持Mac的High DPI 可以做Mac的拓展屏 SDR亮度420nit 当然也支持HDR 不过也是没有做VSA的HDR400认证 经过方面有DP和HDMI 还有Type-C158反应快充和一线连 其次这款是在京东平台销售的 并且有三年的上门取件加保修 广东地区的小伙伴可以享受刺势打服务 因为老板给这款产品入了京东的仓库 总的来说 京东平台三年保修 A规M50面板加光谱校正 加硬间校色 989肯定是超值的 但是牌子确实是小牌子 我和他的老板其实也认识 聊过几句人也很不错 除了便宜大碗加京东平台的话 完全可以无脑入 第七款是KTC的H27-SC12 这是一款1500R取对的27英寸曲面屏 这款以前上过推荐榜 后来因为涨了300块钱 所以做了一期的冷板凳 这个月终于回到999元了 它使用的是滑星光电的HVA面板 现在也有个别的名字叫FastVA 优点是保留了VA面板的高对比度 所以玩3A大作 明暗细节表现会比较出色 HVA并不像传统的低价VA面板那样 想象速度过慢 已经有普通IPS屏的水平了 如果你是以3A为主 偶尔也要玩玩 运动联盟 CS这类游戏的玩家 这款和你的用途是高度匹配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它的想象速度和同价位的FastIPS面板 相比 这个差距还是有的 而且比较大 只是不那么慢了 所以覆盖100% SRGB和95% DCI-P3 SDR亮度340尼特 这个色彩和亮度 对于游戏以及观影音图来说 肯定是足够的 不过VA面板的色彩表现 还是不能和IPS画等号的 而且KTC的HDR表现不是很理想 开启以后绿色会有些偏黄 接管方面提供了一个HDMI 2.0 和两个DP.2 推荐使用DP.2 不然跑不满RK105Hz 8bit 它的USB接口仅用来做顾件升级 大家不要把鼠标键盘插上去使用 另外大家也不要去拼头都入手 写稿的时候查了一下 只有一家非官方店在卖 而且价格飙到了1329 属实有点看不明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1000到2000价位 有哪些显示器可以推荐的 第一款是优派的VX2762-2K-HMDU 名字真他妈长 好了回到正题 先安利一下这个价位的办公屏 找到这款的时候 我们对比了同价位的办公屏 发现它给到的办公功能是最不错的 先说一下接口 除了必备的DP和HDMI接口 它还提供了65W的Type-C反映快充 这个Type-C接口 支持一线连 不仅能用来充电 还能直接当做视频传输的接口 另外还有USB上线口和两个USB3.0接口 将USB上线连通电脑 就可以将你的鼠标键盘 接到显示器背面USB3.0接口上使用 再加上一些商务本提供的USB接口 数量本来就不够用 额外省下了买笔记本 接口退占物的费用 支架功能 这款显示器是可以支持 抚养左右水平垂直旋转调节的 让它做主屏和副屏都没有问题 壁挂需要100x100的恐惧的支架 这款显示器也自带一个破喇叭 办公听的消息还是有点小用的 配线 官方提供了HDMI线 Type-C线和USB上行线 也不需要单独去购买了 缺点的话 就是这个机子虽然是牌子货 但是也是一个公模产品 做工支架都比较粗糙 价格方面 写稿时的价格为1299元秒杀 拼设说价格一致 建议考虑从京东入手 售后也方便一些 第二款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 SE2723DS 戴耳猫四是想通了 这几个月都搭载1399不走 还不定期降到1299 它也是目前唯一一款 一线品牌加硬件发浪光 加上门服务 加可升降支架的办公屏 硬件发浪光是减轻了 415nm到445nm的 有害短波浪光 对于长时间办公的人 能起到保护势力的作用 缓解一些干涩酸痛 也得益于戴耳自身的收入效率 即使后续遇到质量问题 也可以获得更快的处理 对于工作党或者学生党而言 都是不错的优势 这款产品的色域覆盖 99%sRGB 88%dcp3 SDR最大亮度350nit 接口方面提供了HDMI 1.4和DP.2 原包装送的是HDMI线 一般来说就不需要另行购买DP线了 壁挂孔位100x100的规格 它对比的型号是惠普的M27FQ 两款都是硬件性发浪光 也都是一线品牌 也都是三年的上门以换代修 售后效率是几乎不相上下的 但是惠普的SDR亮度实测为287nit 相对较低 支架也只能支持抚养调节 不能很好的适用在各类桌椅的高度的办公室 而如果你喜欢淫灰色的外观再考虑惠普 价格方面 本月京东是降到了1399 比上个月便宜了100 如果能接受官分级的话 也可以考虑从拼头桌入手不到1000块钱 收入政策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24英寸同样硬件性发浪光的版本 我们把两款的OLED码都贴到了右下角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桌面空间自行选择 第三款是优派的VXR77-14K-RHD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4K分辨率的显示器 色域覆盖99%sRGB,78%WRGB,79%TCIP3 SDR最大亮度380Nit,对比度790比1 色准方面平均DLT是1.89 色身是8斗10比特 接口提供了HDM2.0和DPDL2 支架支持升降和垂直旋转 这款优点在于 SRGB色域覆盖和色准表现采在了极客线上 并且使用DPDL2接口也支持10比特色身输出 1499秒杀也比较合理 缺点就是它的对比度偏低 亮度均匀性和色度均匀性偏差是控制的很一般 所以满足不了专业的设计需求 第四款是菲利普的2711N5900E 这款新出的产品 这次还挺惊讶的 菲利普这类大品牌突然加入了战斗 这款色域覆盖实测97.8%sRGB 色准平均DLT2.18 自带出场交色 已经无疑是本月2000元价位设计显然器的头盘了 原因如下 一线售后 一二线程式提供三年的上门服务 色域覆盖色准对比度 这些对于设计而言 更重要的参数 表现都比较良好 对比度超过了1000比1 这也属于是硬件优势 另外 基础功能 比如65W Type-C反应快充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 垂直旋转 这个调节也都考虑到了 OSD也是五项摇杆操作 没有踩按键操作的雷区 我们写稿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1799秒杀 属实是一点不给二线品牌留活路了 但是考虑到写稿日期 和视频发布日期有时间差 如果后续这款显示器超过了2000元 可以考虑它的备选型号 优派的VX2880-4K-HDU-2 一般是1699秒杀 色域覆盖和色准表现 差距比较小 也自带65W Type-C反应快充 只是对比度和售后相对逊色一些 第一款是正想世界的C280SCC 也是我做的产品 之前开过一波车了 现在再宣传一下 用的是群创28英寸的17B模组 原厂背光 4K144Hz Fast IPS 被我小超到了152Hz 支持65W Type-C反应快充 加一线连 支持硬件机放开光 不管用不用得上 反正sRGB、ARGB、DCI-P3、BT709、BT2020 五种色域空间 我也都做上了 接口方面 双HDMI2.1接口加DP1.4 连接PS5是支持VRR可变刷音率的 同时我也做了曲线校准暗部增强 不会出现某些暗部增强 仅仅是拉高对比度 造成画面过曝发白的情况 而且OD方面 不同于别家做的普通 中快超快4的 我直接做了128等 可以更加细微的调整这个响应速度 通过DP1.4口连接主机 可以做到4K15RZ12B的全分析输出 我自己做的产品 会尽量把我想到的功能都做上去 所以缺点还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牌子巧 第二个就是售货服务只有一年 第三个就是外观和支架就是公模 这个是为了节省成本压售价 不过显示器现在也都是正面三边窄在块了 背面设计貌似你们也不太感冒 支架的话可以换支架臂 对于我自己的标准来说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做竹台校色 采用的是光谱校正加批档校色的方式 因为上次开2K165的车的时候 就因为竹台校色太费时间了 所以耽误了发货 批档校色也不差 没有专业的设计需求的话 肯定也是够用的 第六款是华硕的VG249 QM1A 接下来就是电竞显示器的部分 它使用的面板是京东方的MV238FHM杠人G2 属于是快速液晶 并且刷新率可以在OSD菜单里面 设计到270Hz 实测色域盖99%sRGB 77%AdobeRGB 78%D3P3 平均DLT1.07 SDR最大亮度372尼特 色彩表现不会过饱和 也没有明显的色差 色均性偏差值最大为DLT5.9 甚至可以兼顾一些 非专业的平面设计学习 亮度表现也能适用在 光线充足的房间里 除此之外 一些显卡性能不太支持 2K运行3A大作的小伙伴 也可以考虑它 因为它的对比度为1000比1 明暗细节表现在 同价位的Fast IPS显然器中 也不算拖后腿吧 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HDMI接口是2.0版本 无法1080P 270Hz满血运行 需要使用DP1.2接口 缺点方面就是支架 支架是只能支持抚养调节 而且是靠4颗螺丝来固定的 装起来挺费劲的 华硕总会在奇怪的地方 给你找点小毛病 第七款是戴耳的S25RHG 如果你还是喜欢上门服务 那你就考虑买戴耳这款机子 先来介绍一下参数 24.5英寸 240Hz双音率 1080P分辨率 面板型号为LGD的LM245WF9-SSA3 色域覆盖99%sRGB 82%到LV2GB 89%低灾P3 末日模式下 平均DLT是4.73 最大支持7.02 最大亮度402Nm 这个表现比较拖后腿的 就是色准 所以仅适的用来玩游戏 就不要考虑设计学习了 它的售后是包完美屏的 有一个坏点都可以进行更换 且支持三年的上门服务 支架功能全面 支持升降旋转飞翔调节 阻尼干也比较均匀 接口方面提供了HDMI 2.0 DPD2接口 都能支持1080P 240Hz 8bit全算A输出 此外还配备了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4个USB下行接口 可以用来接入鼠标打游戏 这款算是滑硕互补的型号 虽然色准刷连率相对逊色 而且LG这个面板的响应速度 相比于有达1.3 和京东方NG2来说要慢一点 但是其他方面 几乎能把滑硕欺负的不要不要的 价格方面 这个月戴尔的SR52HG 降回了1699 拼多多也有官翻机在卖 售价是1374 写稿的时候 拼多多戴尔品牌全新机 也在1399做活动 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下面这款是最近新品中 热度高到卖端货的 AOC的QR4G2 因为市面上24英寸 2K高刷显示器并不多 AOC这次补足了 这个1500加位的市场空白 面板使用的是京东方的 MV238QHM-NF0 非原厂背光 AOC的自主背光一直以来也不差 实色色域覆盖99%SRGB 71%RB-RGB 79%DESI-P3 平均DLTE是1.57 最佳亮度415Ng 对比度790比1 色度均匀性表现 也意外的有点不错 所以除了打游戏之外 进行入门级的设计学习 也是可以考虑的 支架方面支持升降 抚养左右垂直旋转 接口提供了HDMI 2.0和DP1.2 所以如果想拉满2K 165Hz 8bit输出 请使用DP1.2 HDMI 2.0最多可以达到144Hz 还有就是这个屏幕 本身是自带硬件机防弹光的 可能因为任正需要花钱 宣传业并没有提到这个优点 缺点方面 一个是本身的对比度不算高 所以一些画面偏暗的游戏 会损失一些暗部细节 再者就是OD表现不是很理想 开启OD高档后 会出现明显的归影 OSD使用的是按键操作 没有给到五项摇杆 这多少也有些遗憾 而且这款产品是没有HDR功能的 它到OSD赛单里的HDR mode 实际上是把这个SDR亮度拉满 模拟HDR的效果 所以这款产品没有HDR400的认证 不过总的来说 这种小众参数的产品 做出来也是有意义的 售后也要提醒大家 购买后需要注册AOC的会员 才享有三年的保修和两年上门 第九款是Corey的271EQ 它使用的是友达8.2这块 劳模面板 低价之王 色域覆盖99%sRGB 80% AdobeRGB 83%D3P3 SDR亮度330nit 平均DLT1.86 支架支持垂直旋转和升降调节 接口提供了HDMI2.0和DP.2 因为自身仅支持8bit 所以HDMI和DP接口都可以做到 2K144盒满血输出 本身的亮度和色彩表现 都没有什么短板 再加上友达8.2自身是快速液晶 打打FPS以及3A都可以考虑 售后也不用太担心 Corey是HKC的子品牌 他们在自己的自行店 向前去写了30天免费体验 体验不好免费退 相当于30天无理由 所以要事先保护好外观 云包装和配件 到手没有及时发现的亮点 色斑闪屏开大缝等瑕疵 那30天怎么也能看出来了 三年内也能支持上门取件维修 这个预算的小伙伴 在11199秒杀时 入手肯定是不亏的 第十款雷神的黑武士 这款上期有很多人说买黑武士 不如买创维的F2774Q 这两款都不错 我也都推荐过 所以这次就一起对比着说 如果你从上一期视频 以及以前就存有疑问的话 正好可以把这一段听完 创维这款先前红柱 实测色域覆盖是100%sRGB 87%AdobeRGB 91D3P3 和黑武士近期测试一台红柱数据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黑武士分别是100% 86% 92% SDR亮度 创维表现要逊色一些 只有275尼特 这个黑武士是344尼特 所以如果你室内光线充足的话 创维会显得偏暗 对比度两款都不高 还会在800到900比1 发黄的事情 也可以通过刷新固件来解决 不过现在买的话 到手就是刷好了 不用再刷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黑武士的蓝色 看起来发紫的情况 这个大概率是使用了 老旧的CC3O零度校色 但是代工厂又没有做好光谱校正 导致红色的部分过高 这个问题我已经和雷神的 产品经理反馈过了 后续也会更新一版固件来解决 面板方面 创维的面板第一批是K7E 后面的批次部全是原厂背光了 会混发Q7E 黑武士还是K7E模组 这个是我不太敢推荐创维的原因了 并且创维的F27 G-CQ 支架只能支持抚氧调节 没有其他的调节功能 除此之外 硬件及防蓝光电竞屏 暂时我也找不到同价位的取代型号 总的来说 1399买到DP1.4接口加K7E模组产品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第11款是AOC的Q27G2S-D 这一款也是群创K7E面板 所以它也是自带硬件防蓝光的 而这个月写稿的时候 发现价格降到1899了 如果不考虑雷神 但是依然需要硬件及防蓝光的小伙伴 可以把目光投过来 先分享一下 我的好朋友一种循环的实测数据 色域覆盖100sRGB 87AdobeRGB 92D3P3 平均调替0.91 SDR亮度411nit 对比度850比1 这款色域覆盖表现不错 色准控制出色 SDR亮度表现优秀 对比度依然是小加次 也是K7E的通病 色度均匀性最大偏压值在DLTE4.9 亮度均匀性偏压值10% 综合色域色准色度均匀性表现 这款显示器是可以考虑一边打游戏 一边兼顾一些不专业的设计工作的 支架功能 支持升降 抚养 左右垂直旋转调节 接口提供了DP1.4 可以2K170Hz10bit全身A输出 缺点化有三点 一个是OSDV按键操作 不是五项摇杆 第二个就是默认色VV6000K 也比较泛黄 喜欢冷色调的话 做好在用户模式里 调高蓝色的占比 第三点就是SRGB模式会锁定亮度 如果对SRGB没有强需求的话 建议还是使用默认模式 第十二款就是红旗的XV320 QULM 上期视频已经推荐过一次了 朋友们在弹幕里说价格涨回去了 这是因为写稿和视频发布之间 有时间差 所以只要继续蹲秒杀就可以了 这个月又一次看到它降到了1699元的秒杀 这款是31.5英寸2K硬件机防蓝光的电竞屏 色域覆盖99%sRGB 90%dcp3 也是Fast IPS面板 亮度表现比较一般 不到300nit 适合在光线不那么充足的室内使用 支架功能支持升降 水平 分享调节 不能垂直旋转 不过应该也不会有人用这么大的屏幕 买来90度旋转做副屏吧 接口提供了HDMR的零和DP1.2 DP2无法支持2K165Hz 10bit全范围输出 本身支持10bit的端游倒是也不多见 建议大家调整到8bit开启165Hz 喜欢大屏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把这一款当做首选 暂时我也找不到其他2000元以内 31.5英寸的大牌Fast IPS显示器了 第13款是介石的星辰27nano 这也是我和品牌的第一次合作出品 就是介石马上要出的这一款 使用的是LGD的SSAR面板 也就是二代的nano面板 原厂背光 实测色域覆盖100%sRGB 88%AdobeRGB 95%dcp3 平均DLT1.39 色彩均匀性被我非常恐怖的控制在了DLT3以内的偏差 SDL亮度也做到420尼特 对比度为908比1 有DP1.4接口 同时也支持2K170Hz 10bit全范围输出 这个表现可以兼顾打游戏需要的 比较鲜艳的色彩和理想的想象速度 同时因为色准亮度 色彩均匀性控制也不错 有入门设计需求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 不过介石应该是没有做过猪胎校色的 所以更深一层的设计需求应该是满足不了 缺点的话就是nano面板天生对比度比较低 明媒细节的表现不算出色 支架功能方面 这款显示器提供了 抚养升降水平垂直全转等功能 而且稳定性也做的不错 几乎是不输给雷神引逸的 另外就是使用了按键操作的OSD赛单 没有五项摇杆 同时也没有提供背面的RGB氛围灯 虽然这个我觉得不算重要吧 综合来说 这款显示器的面板调教是肯定值得夸奖 被我批判了超多次才做出的最终版 原本也是DPDR2接口 我强烈的要求下改了板子 上了DPDR4接口 最终表现出了二代nano该有的满血状态 只要后续的价格 控制在1899元以下 就可以无脑入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2000到3000价位有哪些可以推荐的 2000到3000价位新品更新不多 所以这个月可选 喜好和上个月变得不大 首先是半公屏 第一款是戴尔的S2722QC 我们先介绍一下参数 27英寸 4K分辨率 所以覆盖100sRGB 81%LobbyRGB 84%D3P3 SDR亮度350g自带65W Type-C反映快充 其他接口还有HDMI冷用接口 两个USB3.0接口和3.5mm音频输出接口 支架支持抚养 升降左右垂直旋转调节 底座占物空间也比较小 推荐它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更全面的功能性 上一期视频我们这个位置推荐是戴尔的P2423DE 但是看到弹幕有大量小伙伴反馈 说还是需要有内置音响的显示器 开会或者办公会用得到 P2423DE没有内置音响 两圈以内推荐的戴尔S2723DS 也一样没有内置音响 对于一些经常视频会议的用户来说不太方便 可能也有小伙伴发现了 这款产品没有DP接口 只有HDMI 2.0接口 其实这款Type-C接口也一样支持视频传输 包装里也有送一根一米长的USB Type-C线 另外也不用担心Type-C被电脑设备占用后 没有办法给手机充电 显示器左下方有一个10W功耗的USB 可以用它连接手机 一边充一边用也不耽误事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 不要嫌戴尔贵 别家可能只卖显示器 但是戴尔同时也卖服务 这一款也是三年上班服务家卓越面板保证 有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申报上门 效率封面戴尔也是T0级别的 第二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华硕的P279CV 给新粉丝介绍了一下参数 实测随风盖100%sRGB 83%Adobe RGB 84%D3P3 平均DLT0.4 华硕做了主态交涉 并且通过了卡尔曼的色彩认证 SDR亮度375尼特 对比度990比1 比较恐怖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色度均性偏差值 控制在DLT2.0以内 这个表现在竞争品 AOC的U2733C和Philip的279PE之上 误差更小 所以用来给Windows系统用户做平面设计 剪辑 绘画的学习和工作都是很好的选择 加上这个月又没有什么新的型号 提供更好的参数调教 所以它又未免了 监管方面提供了DP1.2 HDMI 2.0和65W Type-C反应快充 还有额外的4个USB3.0接口 连接键鼠等设备 同时又自带影响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水平垂直旋转调节 底座这样的空间比较小 缺点的话就是OSD是按键操作的 没有五项摇杆 不过设计屏的重心 还是要放在面板的调教上 秒杀架本月写稿的时候 京东是2499 拼的多是2244 如果超过了2699 就不推荐入手了 第三款雷神的银翼 2K240Hz 它使用的是友达8.0面板 基本上买这款 也都是冲着友达8.0面板去的 单品详品我已经做了 有兴趣可以看看 也是目前3000元以内 性价比极高的FAST IPS的想象器 参数为27英寸 2K分辨率 240Hz双音率 实色色域覆盖 100%sRGB 84%RB RGB 92%DXP3 平均DLT0.4 SDR亮度416nit 对比度1130比1 色彩均衡性在偏差值为DLT5.2 它的主要优势就是性价比 色域覆盖 色准 对比度表现都比较出色 不管是FPS玩家需要的 想象速度和双音率 还是3A玩家需要的色彩 鲜艳度 以及对比度表现都很出众 此外 色彩均衡性也能满足 入门级别的 设计学习用户的需求 入门 接口方面提供了 3.5mm的音频输出口 两个DP1.4 和两个HDMI 2.0 HDMI 2.0 是跑步满RK 240的 而DP1.4接口 也没有DSC技术 所以不管什么接口 都不能支持到 它2K 240Hz 10bit 全分输输出 这个在我看来算是硬伤 支架功能支持 升降 抚养水平垂直旋转 而且稳定性比黑武士更出色 此外 LSD菜单是按键操作 如果能换成五项摇杆的话 会更好 目前价格依然保持在2499 后续价格只要不超过2500 都值得入手 第四款 菲律普猛腾275M1RZ Pro 色域覆盖100%sRGB 88%AdobeRGB 96%DCI-P3 自带出场交涩 平均DLT小于2 亮度激发能达到470米特 面板本身也是原厂背光 色彩均匀性控制也很不错 最大堅持为DLT3.5 有入门设计需求 也是可以兼顾到 这款其实算是LG的GP83B的替补选项 因为写稿的时候 这个GP83B没货了 面板区别在于 菲律普是所谓的二代Nano LG这一款使用的是所谓的三代Nano 另外戴尔的S2721DGF 也是二代Nano 只不过戴尔是不能切换SRGB模式的 那菲律普这款是支持的 战一来不喜欢过饱和色彩的小伙伴 可以多一些选择 那在这个基础上 菲律普还提供了4个USB接口 其中两个是能充电的 连接键鼠耳机 以及给手机充电 真的是出手有余 它的背面也加入了分威灯 灯光打在墙壁上的沉浸感也比较不错 所以这个月2499秒杀入手的话 也不算太贵 之前好像是卖到过2199 如果超过这个价格 优势就不那么大了 缺点就是Nano IPS的通病 对比度比较低 如果最后有小伙伴依然考虑 LG的GP83B可以等一等 具体什么时候补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建议2199G以内入手 最后一款是蚂蚁电竞的ANTR7VU 现在面板关注一下 马上它就要换友达7.0的面板了 而且是加量不加价 目前面板是友达2.3 4K144合资 实质随附盖100%sRGB 93AdobeRGB 92D3P3 平均DLT0.71 SDR最大亮度406NC 对比度1190比1 这款显示器主要是适合玩3A大作 以及连接PS5 因为友达2.3面板显示速度比较慢 并不适合玩FPS游戏 而且友达2.3也有一个老友达的阿通病 就是画面看起来会比较油腻 它提供了满血48Gbps的HDMI 2.1接口 可以4K120Hz10bit全范围输出 这也是主机玩家很在意的 另外它的竞品 泰特军团的P2S A2V和母品牌的HKC VG273U 虽然也都是4K14Hz满血HDMI 2.1 但是它们都不提供三年的上门服务 短期不出新品的话 3000以内用来玩3A和PS5的4K高双显示器 几乎就是这款性价比最高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3000V以上 有哪个显示器可以推荐的 第一款是华硕的VG28UQL1A 这个月价格降下来很多 上个月还停留在4999秒杀 这个月已经能看到3999的秒杀价了 主要卖点是使用了群创1GB 这块4K14Hz的快速液晶面板 原厂背光 默认模式下实测色域覆盖100%sRGB 87%AdobeRGB 90%DCI-P3 平均DLTE是1.43 SDR最大亮度322nit 对比度1000比1 切换到SRGB模式 色域覆盖是96%sRGB 亮度降到了291nit 对比度930比1 色准平均DLTE0.47 除了打游戏 也能兼顾一下入门的设计学习 支架表现也比较不错 支持升降 复养 水平 垂直旋转 阻尼感均匀 可能也会有小伙伴用AOC的U28 GLX-D和这一款做对比 这边也讲一下推荐华硕的原因 AOC的接口是DP1.4和HDMI2.0 很多游戏本已经在使用HDMI2.1接口了 再者 这类显示器本身也会有PS5和XBOX玩家在考虑 HDMI2.0的带宽 不能做到4K 120Hz 10bit的输出 华硕的接口提供了满血的48GPUs的HDMI2.1 试用范围是更广的 第二款是菲利普的2711N8900 这是一款极为少见的27英寸OLED面板的产品 上期视频的点名率也超高 所以我特意找菲利普借了一台体验一下 那我先声明 我是一个OLED的狂热粉 OLED最大优势就是色彩表现好 原生10bit的色深 极快的想象速度和几乎无穷大的对比度 并且由于OLED的自发光的特性 可以做到真正的像素级控光 所以在观看HDR片面的时候 明暗细节和光影的控制会更为出色 这款产品同样有以上优点 同时还支持KVM功能和80W的Type-C一线连 为了防止烧屏 这款产品也流出了16x16的像素 作为像素偏移 支持HighDPI 可以兼容Mac设备 色准表现也非常优秀 并且也通过了 目前只有OLED面板才能通过的 HDR400出Black认证 当然目前来说 我还是并不推荐无脑购买N8900 虽然它的价格已经足够亲民了 但是也有几个硬伤 一个是60Hz的双音率 想象速度虽然极快 但是还不是特别适合拿来打游戏 还有接口 N8900的HDMI接口是HDMI 2.1 18GB PBS的版本 通过HDMI无法实现4K60Hz的10bit 全反映输出 而且不支持硬件校色 跑码边块也算是个缺点 另外这款产品属于是类DC调光 通过了TOA的无频闪认证 同时也是硬件机发弹光 护眼方面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要说说我的尴尬之处了 虽然我已经全面升级了设备 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准确的测试 OLED的黑点 这款产品的黑点亮度 已经低于万分之五尼特了 超过了我的设备上限 同时也没有办法准确测试 OLED产品的想象时间 准确的说 目前没有设备能测试 都是测个大概 0.3毫秒到0.5毫秒的大概值 能告诉我们这玩意很快就行了 为什么尴尬呢 因为明年会有大量常规尺寸的 OLED产品上市 甚至还有高刷产品 不过不能给出准确的数据 测起来会很麻烦 至于为什么不建议各位购买 这玩意从8999降到现在5499 还反200块一卡 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